这个也是 这两个不是 进到食品厂内部食安住机茶人员 查核原料批次及溯源 这个不是 你确定一下 抽验原料先后送全国公正检验公司 及卫福部食药署检验 结果皆验出苏丹4号 台中卫生局表示 此间位于大渡区的绿野石叶 这批生产制造的古月粉 也就是黑胡椒粒 共有630公斤 已销往新北中章苗头 共25家下游业者 已要求全数停用 并下架目前回售约12公斤 一家业者的通报 该业者自主送宴的古月粉 检出苏丹4号后 随即派员前往抽验 检验结果检出苏丹4号 与规定不符 苏丹红食安风暴持续延烧 最起初由下游业者自主送宴 发现不对劲 因而通报卫生局 至于胡椒粒为何叫古月粉 早期年代高龄长者叫不适字 就把胡拆开来念 而得名沿用至今 不过其实在上个月 此间食品厂就曾供入 尚有厂商使用到保新公司 问题清辣椒粉制成的白胡椒粉 由于苏丹红辣椒粉调味制品 影响层面广大 台中市卫生局已通知 包含高中以下学校 医院安养及长照机构 等一千多家 自主预防性暂停使用 辣椒粉等辛香调味料 三连新闻林文智 陈晨一姐台中报道